我们今天的另一个主题 今天的角落就是关于 公司法令2016会计师及审计师 然后我们的英文版本呢 就是SeeTapply is at 2016 for Accountants and Articles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公司法令 然后是中文版本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做过那个英文版本了 所以今天是中文版本的啦 首先呢我们来谈谈年度股东大会 也就是AGM 就Sandrian Burhat而言 也就是对私人有限公司来说 私人有限公司每年举行一次年度股东大会 并不是强制性的 但是如果您想要举行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法令也不会阻止您 实际上该法令没有说 您必须每年举行一次年度股东大会 该法令也重复说 您不能举行年度股东大会 因此如果您选择举行年度股东大会 的话该法令将会允许您这样做 两年三年或其他时间 然后 新的auditor只能在outgoing auditor卸任后上任 除非您是第一任auditor 或者outgoing auditor不是唯一的auditor 或者您被委任为additional auditor 接着section270成员防止auditor被视为重新委任 重新获委任 谁能真正阻止呢 成员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停止 deeming provision section269的被视为重新委任 根据section269的第三项不得不得被视为重新委任 如果拥有私人公司5%或以上的总表决权的成员 通过印刷或电子形式通知 经过每个提供通知的成员认证 并在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分发给会员的至少30天前 让公司收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